好,为了鼓励任养的观念 花莲县政府与县内的宠物业者合作 成立购购任养小站 民众除了可以到猫狗药动园区任养猫小孩之外呢 现在又多了一个爱心任养小站 借由多元的管道让任养的民众多一种选择 让花莲的猫小孩也多一份机会 花莲县政府猫狗药动园区为了增加狗猫的曝光度 提高任养率规划一系列药幸福计划 从8月份开始计划之一的任养小站 由园区与县内合法的宠物业者合作 成立购购任养小站 将园区的狗猫交由业者代养 这是我们花莲县狗猫药动园区今年的一个措施 就是叫购购任养小站 然后就是把我们园区的狗狗或猫猫跟这个宠物业合作 然后让他们来到宠物店家这边寄宿 然后帮我们做送养 目的就是希望民众有更多管道可以领养狗猫之外 更重要的是让园区的狗猫进行社会化 让狗猫近距离接触人群早点习惯与人相处 就是等于其实也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社会化的工作 让他们出来见见市面 目前园区与玉里在地宠物业者合作 从8月到现在已经进行第二批的任养活动 第一批的浪猫也都已经任养完成 第二批任养活动持续当中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玉里的东森宠物云来查询 记者高松双张明泰 玉里正采访报道